日前台中市发生了一起酒驾车祸 男子撞死了一名妇人 而嫌犯朋友赶到现场 还两次碾过了死者断肢 今天下午两名嫌犯跪着进灵堂 希望能够获得家属的原谅 彭信嫌犯和张信嫌犯 两人一前一后跪在地上 从灵堂外面一路跪着进到灵堂里面 向死者上香 希望取得家属的谅解 两人表达诚意 不过由于本来嫌犯跟家属讲好 十一点半到 却拖到下午三点钟 家属非常不高兴 嫌犯带了三十万的慰问金 家属先收下来 不过双方对于赔偿金额还谈不拢 你赔偿没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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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赔偿好 你赔偿没人 对啊 赔偿十八年 两人匆匆离开 碾尸的张姓嫌犯 首度表达歉意 这些什么会 会在松松一下 开车进踪走线呢 彭姓嫌犯在台中市文心路陕西路口 撞死黄姓富人 不但当场不认错 还绕阳走丁 其中张姓嫌犯呛警察 并且两次闯越封锁线 因此碾过死者断肢 警察署事后抱怨袁警竟然制止不了黑衣人公权力何在 警政署最新的惩处结果 台中市警局局长胡沐元寄过一次 五分局分局长申戒两次 水南派出所所长申戒两次 民事新闻徐民航余秀生台中报道